陆玲珑,不但是陆家的掌上明珠,也是张楚兰心里的孩子王 原本凭借一副美人胚子收获一众粉丝 结果却在内森岛上变成了这副模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陆玲珑为了帮助太爷陆景调查无根生 跟随碧莲一起上了内森岛 而当他们跟随线索找到曾经的三十六贼软丰时 却遇上了驱同派来的对手 在对方成功带走软丰后还失去了随身的装备 眼看无计可施的时候 巴伦提议大家去集市找找办法 画面一转,张楚兰一行人来到一处破旧的场所 巴伦提出要见大巨 大巨却先是对巴伦表示了疑惑 在逗我妈巴伦,你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简直像个天妇罗 原来巴伦曾经为了取乐 招惹了不少世界上的艺人组织 所以也有了很大的名声 随即他问道你能用什么交换补给 巴伦于是帮助他拓宽了地下的渠道 大巨非常爽快地决定提供帮助 但是却不愿意为张楚兰等人提供 正在张楚兰绞尽脑汁想办法的时候 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宝宝身后 只见他刚要用手抓住宝宝 突然宝宝向后一踢 随即传来了物体破碎的声音 只见这个男人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被激怒的他表示 你们想要补给和情报的话很简单 把这两个女孩交换给我们 原来这个男人叫做蜜欢 他以宝宝对他动手为由 不让张楚兰等人离开 你们几个人出一个 任何人能打败我就能得到你们想要了 失败的话什么也别想得到 还得把这个女人交给我 而此时另一人恶病 也表示自己的条件一样 但是要的是玲珑 这番行为成功激怒了张楚兰众人 突然陆玲珑让宝宝帮他翻译几句话 只见他站在恶病面前愤怒地说 不管是准备了玫瑰还是刀子 请直接抵到我面前 像个男人 想要一个女人还得通过别人去交换 你是个害羞的小学生吗 一番话让恶病非常愤怒 于是众人便要正式开始赌局 只见嘈杂的急事突然安静下来 宝宝对战蜜欢 而玲珑对战恶病 只见恶病和蜜欢突然同时扑向二人 恶病一只手狠狠打向玲珑面部 玲珑挡住了但恶病手臂却瞬间弯曲 陆玲珑弯曲身体躲过了这一击 可恶病紧接着又打来一发手刀 玲珑阁挡的同时恶病手臂再次弯曲 随即狠狠地打中了玲珑的头 恶病心里按道这一击就结束了 可回应她的是玲珑凶狠的眼神 随即玲珑调整脚步 用势大力尘的一拳击中了恶病的腹骨 力道之大让恶病口吐白目无法起身 玲珑却表示赶紧起来挨打 恶病听罢瞬间跃起 面容猙獰地扑向玲珑 与此同时巴伦正与大剧聊天 那个恶病的骨头是软的吗 我倒希望它只是软骨头 那样至少不会太恶心 随着二人的谈话结束 巴伦又分析起了宝宝的战斗 此时的宝宝正与蜜欢缠斗 但巴伦却认为宝宝比和自己战斗时要弱很多 他不明白为什么宝宝总是使用 刚好能应付眼前威胁的力量 而此时宝宝正面对着蜜欢的猛攻 只见宝宝侧身闪过进攻 然后瞬间对着蜜欢的手臂砍了竖刀 蜜欢手上流出了鲜血 宝姐却表示还是砍得起 然后正要砍下一刀时 蜜欢突然变成了一个球迅速滚了起来 逐渐和宝宝拉开了距离 很快 对吧 说罢蜜欢脱掉了鞋子 而他的手脚也都发生了变异 你对自己的速度很自信是吧 说罢蜜欢的身体也变化成了类似迅猛龙的形态 只见蜜欢瞬间从原地消失 紧接着身体迅速冲向宝宝 宝宝随即出刀攻击 却被蜜欢灵巧地躲过了 紧接着蜜欢的身影又消失了 出现时狠狠地击中了宝宝 宝姐背着强大的一击击飞 可蜜欢却瞬间来到宝宝上方 打算用他的狱卒踩他宝宝 没想到宝剑状掉转身体迅速逃走 蜜欢的狱卒踩空让他有些惊讶 眼前的宝宝头也不回地跑走了 蜜欢剑状迅速追赶 你以为你逃得掉 可没想到他刚追上宝姐 宝姐就再次加速变成风火轮 被再次甩开的蜜欢也变身成了风火轮 可却还是追不上一脸严肃的宝宝 而此时的玲珑正在战斗 不料宝宝和蜜欢突然冲散了战斗 滚开滚开 别碍事 站住你这个混蛋 已经上头的蜜欢嘴里不断叫骂着 而玲珑和恶病两人也一脸无奈地看着他们 此时的二人已经跑到了观众席上 众人全都抱怨道 别把我们卷进来 宝宝听后轻轻呕了一声 然后他瞬间转过身来 蜜欢高兴地表示 跑不动了吗哈哈 可宝宝却只是保持着沉默 然后瞬间使出残像拳出现在蜜欢面前 一记下鞭腿就让蜜欢失去了平衡 快速追赶宝宝的蜜欢此刻只能用脸刹车 与此同时 巴伦终于想明白了宝宝的秘密 原来他战斗的规则就是不能杀死对方 所以在评估对方的实力之后 只拿出刚好能应付对方的实力 这样才能精准控制自己每一击给对手带来的伤害程度 而不管这么做有多大风险 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杀死对方的可能性 画面一转 脸杀失败的蜜欢又在地面上弹了几下 然后撞击在围栏上 而他却来不及调整状态 因为一脸凶狠的宝姐正想对他使出战争践踏 蜜欢见状赶紧躲开 可宝宝却也随之消失了 只见蜜欢刚刚挺稳身形 宝姐却后发先制的到了蜜欢的身后 随即也在他身上砍了一刀 蜜欢此时两脚的跟腱都被砍中 可却还是尽力保持着身体 宝宝说还能走针结实 同时另一边的巴伦心中暗倒 对付这种强悍的家伙 如果还抱着不大伤对方的希望是砍不倒的 不过你已经完全熟悉对方的速度了吧 而此时的蜜欢却满脸怒气 只见他的上半身瞬间变大 随即在宝面前摆出张牙舞爪的姿态 而宝宝却觉得这个景象很熟悉 他回想起了在大山里和国宝抢食物的日子 宝宝认为这种类型的都很惊大 随即便像机关枪一样用拳头淹没了蜜欢 蜜欢发出一声惨叫 随即想要抓住宝宝 可宝宝却从她的头顶跳到身后 一脚就废掉了蜜欢的膝盖 可蜜欢仍不服输地用手向后打去 宝姐却直接抓住了她的手 蜜欢看着宝姐流出了冷汗 可此时的宝姐仍然认为她很惊大 随即便干净利索地折断了蜜欢的手臂 只留下她在地上呻吟 见宝宝打赢了 陆琳和张楚兰很高兴 表示现在只剩玲珑这边了 随着宝姐获得了对战的胜利 这场赌局就只剩下陆玲珑和恶病了 而陆玲珑也在持续的战斗中找到了经验 只要小心这个会奇怪弯曲的关节 这个家伙没什么可怕的 比你厉害的对手我会得多了 想到这里玲珑一拳把对手击倒在地 而此时的恶病也满脸伤痕倒地不起 见状张楚兰激动地说了一声 好 可集市的头头大剧却只是吸了一口烟 没有叫停战斗 玲珑表示这家伙晕过去了 我赢了 可是集市的其他人却并不回应 场面一片寂静 张楚兰随即问大剧现在是什么情况 见他仍不回应便转头看向玲珑 而此时的玲珑拉开了点距离 随即观察着四周的众人 突然在地上的恶病眼里布满血丝 而陆玲和张楚兰也都提醒玲珑小心 此时恶病迅速冲向玲珑 却被玲珑一脚狠狠地踢中了肚子 玲珑说 没人回应我就知道有鬼 说吧他也是一惊 只见眼前的恶病身体在不断蠕动 同时嘴里说道 你真的很棒 差点就被你打晕过去了 就这么被我得到不好吗 该死的 接下来我不能保证得到现在这样完美的你了呀 说吧他的身体长出了几根尖刺 样貌也变得如丧尸一般 听到玲珑却只是一脸严肃 而围观的陆玲和张楚兰也非常担心 这时恶病开口说道 让我再看看这么完美的你 说吧他身后的爪子瞬间攻击 速度之快让玲珑差点没有反应过来 可他还是迅速侧身躲开 随即恶病身后三只爪子同时攻击 玲珑知道恶病变得更快了 但是自己还应付得来 只见玲珑躲开所有爪子的攻击 又是狠狠一拳打在恶病身上 恶病却好像没事人一样 只见他的指甲迅速伸长攻击玲珑 玲珑跳到空中躲开 可却发现在空中无法躲避下一道攻击 结果被恶病身后的爪子偷袭 此时玲珑的肩膀有一道长长的伤口 恶病却表示玲珑的攻击不痛不痒 宝贝 你在和我调情吗 玲珑按道 恶病的速度和力量像是换了个人 背后连刀一样的爪子挨了就挨了 但这个奇怪的手指才是要注意的点 此时张楚兰连忙对玲珑说 玲珑 玲珑撑得住吗 如果撑不住咱就准备掀桌子吧 管他什么一对一 可玲珑却表示 要下场是玲珑自己的决定 除非他向我求助 不然他就是准备自己负起全部责任 你我最好不要插手 随即他一脸阴沉地说 我比你更想撕了这个王八蛋 但是我们来这个岛之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不是来这里给人当为赘的 随即玲珑向玲珑大喊 玲珑 这不是在比武 玲珑表示自己知道 在场的也没有我那些和平快乐的朋友 大家都是见惯喜的人 对吧 刚说完恶病的爪子再次对着玲珑攻来 可玲珑却不闪不避地站在原地 随即恶病的爪子掉转了方向 在恶病的震惊中插到了自己体内 拔出爪子的疼痛让恶病大声呼喊 可没想到即便拔出了爪子 恶病身体的伤口还是在不断撕裂 他认为是有什么东西转移到了自己的体内 随即狠狠地挖开了自己的伤口 大喊道给我出来 可喷出来的却只有血液 恶病有些不明白 控制了我的爪子 又顺着窗口钻进我身体一路破坏的事 没等他想明白其中的奥秘 地上的血液就缓缓一动 最终停留在了玲珑的面前 此时玲珑身上的血液都聚集起来 变成了一把鲜红的小刀握在手上 恶病也发现了是这股血液在攻击自己 随即玲珑活动了一下脖子 便举着用自己血作的匕首冲了过去 只见玲珑的攻击不断将恶病逼退 而恶病刚想用背后的爪子攻击玲珑 却在碰到匕首时退了回去 按道不能被那个血作的刀子砍到 可玲珑却砍出了更快的一刀 恶病也从匕首砍不到的角度攻击玲珑 玲珑见状默念了一声加速 随即他的心脏便加速跳跃起来 此时的玲珑瞬间来到恶病身后 同时也在他腰间砍了一刀 恶病知道玲珑血液的破坏力 随即也迅速挖开新的伤口把血液挤出来 而玲珑也再次控制这股血液回到自己面前 此时已经看呆的张楚兰对陆玲说 玲哥 你别和我说这是全真的手段 陆玲表示这确实不是 这是玲珑一直待在全真的原因 要知道全真是最能修炼性命修为的门牌 全真门人通常也有最强的身体和灵魂 那玲珑又为什么待在全真呢 他又是怎么变成这副模样的呢 随着宝姐的战斗结束 玲珑这边却陷入了苦战 不过他施展出新能力后重新占据上风 在陆玲的描述中 陆家没有什么传承的家族手段 就只有一堆家规和一脉相承的硬骨头 但陆家却从不传授子孙艺术 而他传承了逆生三重 实在是陆景找不到别的传人了 也正因为陆家人在这条道上的天赋很高 玲珑五岁时就有很多名门正派拜访 最后玲珑只和两个流派比较亲近 正是红花仙和藤山 玲珑首先选择了红花仙 但是据说和他没有缘分 后来接受了藤山的测试 测试成功者可以直接打通气体流动 张楚兰问道 也就是说他最初是藤山门人 陆玲却说并没有 因为玲珑通过的太顺利了 不但在这次沐浴中打通了气体流动 还直接掌握了属于他自己的能力 而之前有这种反应的人是36贼中的方语 藤山的掌门虽然很想收下玲珑 但又怕玲珑与他们的性格有些不合 他从玲珑的能力推测出 这孩子有一些性格上的小缺陷 也正是为了让玲珑修身养性 陆锦才选择让他去全真 陆玲这番话说完 张楚兰却认为他在撒谎 他认为玲珑一定存在一个身心上的致命伤 而陆家人都对此心中有数 画面一转 只见玲珑用手放出几股血液攻击恶病 刚插进恶病的大腿就被他用手拔了出来 可玲珑又向后跳去 同时用血液攻击了恶病的尖刺 此时遭受多重攻击的恶病已经奄奄一息 玲珑暗道 流了这么多血还能撑得住 看来太过爱惜自己 是没法给你这个怪物致命一击的 这么多年 只有在师父和太爷的看护下 我才能试着练习控制这个能力 几乎没有真正使用过 我认为太爷和施焦的告成我都听进去了 我认为我不会被他吸引了 但今天真正解放他的时候还是必须承认 这个能力让我感到无比痛快 只见玲珑放出了大量的血液 然后瞬间跳到空中 用血液布满了一张巨网 然后瞬间向恶病冲去 数不清的血液被打入了恶病的身体 恶病身上瞬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孔 他已经无法排除玲珑打入体内的鲜血 围观的观众突然说道 接下来的事情才精彩呢 我很好奇那个女孩会变成什么样子 玲珑说 你这次把全身的肉撕下来也就不了 话没说完 玲珑突然发现了问题 原来之前的对决中自己的手臂受了伤 被恶病用舌头上的尖刺击中了 突然玲珑的表情变得痛苦 跪在地上握紧手臂大声呼喊着 张楚兰和陆玲也被这个场景吓了一跳 恶病却并不惊讶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了呀 玲珑此时还在痛苦的身影着 她的脸上出现了一些粉色的纹路 这种纹路很快就布满了玲珑全身 恶病说 你真的很厉害 看来我是没有资格得到那么美好的你 这就是我的能力 传染 被我传染的人都会经历极大的痛苦 大多数人会在痛苦后全身溃烂的死去 其他人也都自杀了 你这么强 能撑过去的 说着她把被传染了的玲珑抱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陆玲瞬间发动了逆声 暴怒地说 我要撕碎那个混蛋 可是却被围观的众人拦住了 而恶病此时还在不断唠叨着 希望你不会像她一样 自杀 突然 恶病的身体喷射出血液 像是被无数刀刃切中一样 恶病也对着突然的攻击很发猛 她马上就撑不住地倒了下去 而已经传染完毕的玲珑却站了起来 她气喘吁吁地说 捣咕捣咕一大堆 自杀听懂啊 谁要自杀 说完后她看了看自己现在的手臂 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恶病 即使李围观的众人也都一片寂静 陆玲和楚兰一脸焦急地跑过来 哥 别过来 还没结束 说罢玲珑转过身看着恶病表示 这个怪物还活着 还需要最后一击 只见地上的血液缓缓升空 汇聚成一道血剑停在恶病的胸口上 而恶病此时看着玲珑 脸上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 随后立刻表示自己输了 玲珑没想到恶病会主动认输 这时围观的众人都在起哄听不到 恶病随即大声喊道 我输了 输给这个女人了 听清了么混蛋 可获胜的玲珑却并不激动 随后叫宝来帮自己问一下 恶病为什么不恢复原来那个样子 恶病却表示自己没有力气维持那个样子 即便有办法 那个身体也承受不了这种伤势 宝说她说这个样子才是本体 玲珑沉默了片刻没有说话 恶病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不确定你能不能变回原来的样子 至少我没见过还能变回来的 可此时玲珑却开始找自己的助听器 同时让宝宝确认一下对手认输了吗 只见蜜欢屁滚尿流的逃走了 而围观的众人也都兴奋了起来 躺在地上的恶病有点发懵 不正常 这两个女人绝对都不正常 于是她开口问道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笑得出来 玲珑却问道 还有别的后遗症吗 恶病表示你会知道的 说完就和宝宝走远了 以上便是陆玲珑变异的全部过程 大家认为玲珑会怎么恢复原样呢 第一种可能就是通过暗宝的帮助 毕竟暗宝曾经成功救治了很多变异的艺人 另一种可能就是通过掌握此能力的组织明露 在恶病和明露中高等级人员极度的对话中 玲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感染品 因为玲珑变异后长了好几个角 而有角代表着明露中很高的地位 这意味着玲珑打破了明露中绝对森严的等级 而在极度提出帮助玲珑掌握这个能力时 玲珑却马上拒绝了 表示自己愿意的话会去找她 因为她能感觉到眼前的男人想让自己臣服 而极度表面强壮镇定 内心其实非常惊讶 她完全接受不了玲珑可以平等地和她交流 而她也提到了之前某个高等级名字的失踪 也和玲珑在同一个地区 于是她甚至打起了面对公司的主意 而且极度提到的消失的名字 很有可能与玲珑的母亲有关 所以玲珑估计要和明露这个组织打交道 而碧莲等人肯定也会帮助她 更何况作为米尔老师给碧莲安排的CP 玲珑肯定会恢复到之前的颜值巅峰 以上分析纯属猜测 请大家理智讨论